午安 您好 我是陈彥宁 欢迎收看十一点钟中天五间新闻 一开始要来看的是 在上午的时候 这大众交通工具又传亮刀意外了 七点多警方获报台铁电链车 从桃源火车站开往英哥 有一名五十岁的女子疑似拿出刀来 警方不敢大意是向前将她制服 不过呢她说她只是想要切水果而已 更多内容交给丽宇 好的 主播今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 台铁一台八 北上的1144号列车的 第七节车厢呢 是据传有这个民众拿着水果刀 那可能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那导致民众是有一个受惊的情况呢 所以来跟这个警方来报案 那么当时新北英哥所呢 是接到了这个民众的通报呢 是立刻在这个英哥站来上车 那找到了这个第七节车厢的里面的 这个妇人呢 是把她呢在三家站的时候呢 就带下车了 那就我们所了解呢 这名妇人呢 大约是年约60岁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她是从桃园站上车 是准备要到台北来上班哦 结果呢 没有想到呢 她是在上车的时候呢 是自己先切好了这个水果 那切好了水果之后呢 她准备是去这个厕所里面 要洗这个切水果的水果刀 结果呢 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呢 没想到被车上的这个乘客撞见 那以为说呢 她是要来拿刀来恐吓民众 结果呢 这个有民众就非常的害怕哦 是立刻来报警 那么呢 这个铁路警察是 之后呢 是把这名妇人呢 请到了这个铁路警察这边 来做一些询问跟笔录的部分 那据了解呢 这名妇人其实她真的是没有恶意哦 没有恶意要来伤害民众 她只是呢 拿出了这个刀子的 这个瞬间呢 刚好被民众看到 才会呢 误以为说 她是要拿刀出来伤害民众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的 谢谢丽云